我是邵康 歡迎來到TVBS邵康戰情室 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 何志偉委員 陳鳳馨小姐 王坤毅 李市長 林偉舟委員 李永平前副市長 介文集大使 好 那麼又要談判了 他們還經常談判 這次好像時間比較久 隔了兩週跟上次談判 新一輪談判在土耳其 烏克蘭說328開始談 俄羅斯說329開始談 談到4月1號 所以會談好幾天 三天 談到3月30號 談三天 兩天到三天 過去就談兩三小時就結束了 談然後就結束 下一次 這次如果預定這麼長時間 也許會比較細節一點 說哲倫斯醫態度軟化 第一次向俄國退讓 說願意在頓巴斯地區做出妥協 但是我覺得他講話也是 反反覆覆 變來變去 他現在好像願意在頓巴斯 但是他沒有講 他那個談判代表說 主權問題是不可以妥協的 哲倫斯也這樣講 其他可以 什麼中立化 非軍事化 這個倒還好 不參加北約 主權不行 所以到底妥協是什麼意思 這是跟主權有關 你克里米亞跟頓巴斯 都跟主權有關 他說也可以討論中立 就是去軍事化等等 但是還有兩個條件 這兩個條件聽起來 也不是那麼容易 第二個條件是第三國保證 這比較容易 第三國保證 就是說我現在不軍事化 萬一俄羅斯打我 你們誰能夠制止他 或是其他國家打我 不一定是俄羅斯 情勢在變 其他國家打我怎麼辦 波蘭打我怎麼辦 你們不會嗎 很難講 把俄羅斯打我怎麼辦 要有第三國保證 還有一個就比較難 公投要同意 公投要同意 這個就比較知識體大 牽涉比較廣 而且時間什麼時候公投 誰來公投 另外哲倫斯說 俄軍從馬利波 帶走2000多個海童 幹嘛帶走海童 這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一下談判到底會怎樣 保證安全性和正義 我們準備好 我們準備好 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第一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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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我記得 這項目 澤倫斯基說 願意談無二停火協議中的 中立國條款 只是要有第三國保證 而且要公投 這是五二新一輪談判之期也分歧 這是一項目的 這項目的 這是一項目的 這是一項目的 這項目的 從戰略角度看 國際戰略 怎麼看 基本上這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彈劾 你覺得有希望嗎 他準備簽和平協議 一般來講 我們和平協議 大概都有兩個要件 第一個要件 當然就是第三方的保證 第二個就是他提到的公投 其實我們看到 我們兩岸以前提到的 和平協議的時候 我們的條件也是這兩個 那麼這是一個 那麼在1999年的時候 科索俄戰爭 那麼當時的科索俄 就是北約跟塞爾維亞 特別提到的就是說 你要簽和平協議 那麼我北約做保證 如果你不簽和平協議 我繼續打 類似這樣 現在反過來就是說 澤倫斯基他特別提到的就是說 他沒有提和平協議 但是英語談判的話就說 我願意跟你俄羅斯簽和平協議 那麼簽了和平協議以後 那麼有第三國要幫我保證 這第三國他沒有講哪一國 當然最好是美國或者是中國 但是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跟中國的態度 一個是反二 一個是比較親二一點 所以其實都不算很好的 一個保證人選 最好的國家當然就是歐盟 或者是北約 歐盟這些國家 共同來保證他 這是一個我們講說第三國 這雖然講第三國 其實就講第三方 有人力來執行這一個什麼 和平協議的這個 執行的這種 一方或者一國 類似這樣的一個情況 當然如果要簽和平協議 那是曠日會時 可能不是兩三天就可以 在這中間到底停不停火 這個東西就是邊談邊打邊停 一般都是這個樣子 以前的國共鬥爭也是這樣 一邊打一邊停 一邊又合又打又停 就這樣子 談談打打大陸就打掉了 那種經驗是這樣 所以這個什麼 這個 責任是一太威脅 那你如果不要的話 那我就跟你打游擊戰 小米加步槍我就拿起來 就是老共以前 跟國民黨打的時候就是這樣 你不打我就用小米加步槍 打游擊戰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以俄羅斯那種大部隊 來對這個游擊戰的話 我們知道就是這個龍頭 要掉尾也是很困難的 那我尤其戰 我可以打你頭 打你胸 打你那個什麼 那個中部位 可以打你尾巴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對俄羅斯來講會比較 等於是吃虧一點 所以他等於是用這種方式 來威脅俄羅斯 你到底要不要這個什麼 接受我的談判 封清 和談有多困難 其實我先講 這一次看起來 是有一點進展的地方 先不要看說這個 我們先來看時間 從28號到30號 或29號到30號 雖然你看起來 好像只是多了一天的談判 其實在談判當中 你的時間只要多一天 差別非常的大 那麼因為你這樣子 可以在第一天 雙方沒有交集的時候 找到有可能有交集的方案 然後回去討論了之後 第二天再來談 大部分極為重要的談判 他都至少要有兩天到三天的會議 我舉例來說 聯準會每一次的利率決策會議 他一定開兩天 他絕對不會只開一天 因為一天就有限時的壓力 就現在這個時間裡頭 一定要把它解決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時間拉長 其實是好的 第二個是當然有部分進展 當然剛剛趙先生也提到 Zelensky現在看起來 反反覆覆的 他北約這件事情 已經確定是要不參加了 但是對於所謂的中立化 所謂的非軍師化 那麼要怎麼做 現在看起來 他還不是很確定 有一件事情比較有趣的是 昨天他特別用俄羅斯語 去對俄羅斯的記者們 然後去談俄語 在烏克蘭的地位該怎麼做 我覺得這個訴求本身就是好的 就是說對於雙方開始建立 我真實的想法 那麼去確立這件事情 是有幫助的 但困難的是什麼 當然從頭到尾就認為 領土主權這件事情最困難 那麼俄羅斯一開始的時候 他的目標 其實從週末的時候 他也確立了 他的主戰場 其實就是在烏東地區 烏東地區未來到底 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模式 烏克蘭自己的情報單位說 俄羅斯要在烏克蘭 去複製南北韓模式 我也認為是如此 只是這一個烏東地區 由俄羅斯掌控的烏東地區 會有多大 接下來最困難的地方 其實就是第三國保證 那麼之前其實 你看到烏克蘭一直在喊話 希望很多國家跳出來 比如說他曾經喊話說 用聯合國的安理會的五常 就中 美 英 法 俄羅斯 然後再加上德國跟土耳其 作為這一個簽署的單位 那麼可是事實上 你會發現到說 美方的興趣是缺缺的 所以烏克蘭一直在跟中國喊話 所以之前不是傳出來說 貞尼斯基的顧問 總統府顧問 還特別的表明說 希望貞尼斯基跟習近平通電話 然後目的是希望 中國能夠擔任安全擔保國 這是他最重要的目的 可是對於中國來講 他現在最困難的一件事情是 俄羅斯從來沒有要求他出面過 到目前為止沒有 美國更是千方百計的 阻止中國來擔任調停者 現在最希望 中國擔任調停者的是 歐盟以及烏克蘭 可是你這是不夠的 因為你這牽涉到的 其實是美俄之間的衝突 美國跟俄羅斯 都不希望中國出面的情況之下 中國現在還不到那個 可以出面的那個時間點 所以我覺得最困難的 其實是安全擔保國這件事情 當然就是說美國其實到現在為止 俄國認為美國沒有要彈劾 俄國說烏克蘭都問美國 美國每次在那邊 捅烏克蘭就要繼續幹 繼續幹 老共看起來有這樣講 可是如果這樣繼續搞下去 如果美國一直不願意去 他們彈劾壓力會到美國身上 大家現在只沒挑明講 美國你到底想要怎樣 你想要他們繼續打嗎 俄羅斯已經講了 說美國英國都希望俄羅斯留在烏克蘭 然後把俄羅斯的血流光 他已經 他也發覺了 烏克蘭總統顧問說 馬里烏波爾的戰局可能升級 一面在談 一面某些地方還在升級 不過俄國防部說 我們第一個階段目標前達成了 所以將來我們要專注在 這個頓內斯克跟盧干斯克 這個頓巴斯的烏東這個地方 所以看起來人家說 他是不是自己往後退 是不是往後退 但是轟炸行動還是很劇烈 並沒有引起暫停 烏克蘭說普丁想複製南北 結果我一開始本節目就講 我說普丁這麼全面發動 他將來希望東西烏 以聶伯河為準東西想 但你想是一回事 做得到 做不到 是另外一回事 現在的話我想普丁的話 大概還是照他的自己的計劃 我覺得就是說 從他一開始的時候 發動這場戰爭的時候 他選這兩個目標 看起來他就是這兩個目標 現在他認為第一個階段 大概結束 因為事實上戰場已經殲滅了不少 他想要殲滅的巫軍了 這就是去軍事化 可能他把很多重要的軍事事 都炸掉了 都炸掉 去軍事化 另外一方面去納粹化 亞素營現在被包在這個 馬里烏波 即將要殲滅 所以他也認為 這個就是已經達成第一段 第二階段 他就要燒頓巴斯地區 因為頓巴斯地區 現在從2014年打內戰以來 大部分二分之一 領土是在烏克蘭的控制之下 也是說中間有劃了一條線 現在你既然承認 他是獨立共和國的話 你當然要把它領土 全部要掌握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由俄軍把它打回來 然後再交給現在 現在的兩個成立的 新的共和國 人民共和國 所以這是他下一階段 另外我認為他打了赫爾松 因為這個基本上都是 他的後勤很好做的 克里米亞往上走 就赫爾松 赫爾松將來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一個談判籌碼 這邊是實的 另外還有就是說 魯干斯克就是在這個 頓巴斯地區左上角 也就是西北角這個 哈爾科夫 我一直認為是 可能是馬力波打完以後的 軍隊去打哈爾科夫 第二大城 第二大城 烏克蘭的第二大城 140萬 現在已經打得已經是鬼哭聲好了 事實上的話就是說 這些西方媒體也不太敢進去 10天前 BBC進去的時候 就是說這裡已經是一片死沉了 而且基本上 糧 電 能源全部都沒有了 那就是說 現在是因為馬力波是重鎮 是先攻堅 這邊攻完就是那邊 西邊的部分是騷擾的部分 可是這一次 剛剛講的這位烏克蘭的顧問 他宣布的第二階段 中間有一個妥協點 就是說意思就是說 我對你基輔的話 是為而不攻了 我沒有進一步進攻的這個企圖 而且在敖德薩 本來這個西邊 大家一直說 這個是不是這個 赫爾松打開來就敖德薩 看起來也不會再繼續擴張地盤 這個部分就變成 有攻 有進 有退 這個是為了就是說 明天的談判 他已經有善意 可是也有強硬的一面 就看哲倫斯基他怎麼來拿捏了 不管其他什麼美國怎麼想 中國怎麼想 其他國家怎麼想 最終還是兩國自己怎麼想 所以看看明天談判 會不會有什麼結果 我們需要再回來 好 俄羅斯原油被抵制 所以全球的能源危機 並沒有因此又停止 還在醞尿 兩個禮拜以前 曾經每桶到了130美元 有人預測會到150 不過後來還好 因為情勢好像比較和緩 而且戰爭我覺得頓化了 你看現在我們報紙 頭版二版也不報導這個新聞 全世界應該都不是 那麼像以前開始那麼重視 所以慢慢慢慢 油價又低一點 上禮拜又漲了9% 又到了147塊美元一桶 可能還往上漲 大家都很緊張 另外因為拜登在波蘭演講 所以俄羅斯去炸利維夫 很多國際媒體 或者很多國際的機構 都從基辅轉到利維夫 他去炸 美國大使館 在大使館這邊 這邊離邊界只有70公里 非常近 他們認為是故意用這個 來歡迎拜登 向拜登打招呼的方式 市長講說睡不睡 你拜登到波蘭房我們被炸 到底搞什麼鬼 而且除了打利維夫說 還有下一個打擊目標 就是在基辅西南方 30公里的一個飛彈基地 也是他先警告你了 意思就是說你人先走 老百姓先走 我就是打這個地方 拜登訪問波蘭的時候 演講了27分鐘 說不能讓普丁繼續掌權 就講起來 美國自己都嚇死了 所以拜登的27分演講 有好幾個金句 普丁是個屠夫 看在For God's sake 看在上帝的份上 不能讓這個人繼續掌權 我向烏克蘭人民 傳達的訊息是 我們跟你們站在一起等等 特別是不能讓這個人繼續掌權 就變成 你美國什麼意思 要把它推翻嗎 CIA要進來嗎 你要醞釀什麼政變嗎 因為美國這個惡名昭彰 常常去搞政變 推翻人家 所以拜登趕快澄清 所以我並不是要求他變政權 並不是 並不是 白宮也很緊張 白宮趕快澄清 沒有要求俄羅斯替換政權 你就是要搞人家政變 你不能講 更何況你有沒有計劃不知道 你在講出來以後 萬一普丁有什麼三長兩短 美國搞的 所以我趕快要說 沒有 這個意思 克里姆林公也說 我們普丁能不能掌權 不是你說的 不是拜登說的算 你說我們就下台 他形勢上還是有選舉 到底什麼意思 另外馬克宏法國也說 你在火上加油 大家都希望他趕快停息 英國還說只要你退兵 我們就停止制裁 你拜登什麼意思等等 所以不要用煽動性的措施 拜登民調最近也掉了 掉到只剩下40% 40%的肯定 比醫院又少了3個百分點 有71%的受訪者 美國走錯的路 在不對的道路上 來 這個另外 拜登講那個話 那個演講 講這一句話當然是錯 他自己知道說得太快了 所以事後有類似道歉 就是解釋 收回 所以當然是錯的 當然這個不能這樣講 因為畢竟他們也是經過選舉的 只有俄國人的人民可以決定 決定普丁要不要下台 好 講回到底這個談判 會不會有成果 大概大家都最關心這個 從外觀的形勢看起來 好像有一點點進展 就是說 折倫斯基對於俄國 提出來說要把頓巴斯地方 把它獨立化 把這個已經 大家都報道都披露 說將來可能烏克蘭變成兩塊 像北韓南 韓南一樣 但是折倫斯基其實 也沒有完全的否認 否定這一部分 所以看起來就是說 這個好像有一點點機會 可以去談 談到一個雙方都願意接受的結果 因為頓巴斯那個地方 大家都知道 兩個自治區 他們自認為是獨立的 一直也有種族的問題 有認同的問題 所以他不是單純的只是說 一個俄國要侵入 然後把它瓜分掉的問題 而是他內部本身就 而且很久了一段時間了 這個自覺的問題 直接死了不少人 只是說沒有透過和平的方式 常常用打的 包括俄羅斯還沒進來 裡面就在打 打成一團 不像說其他國家裡面的 要尋求自治的 比如說魁北克或是西班牙 都是用公投的 只是他們用戰爭 用打遊擊的方式 所以那個問題確實一直存在 如果因為這一次的戰爭 大家到最後承受不了 繼續戰的結果 你知道嗎 繼續戰下去大家都很傷 俄國也很傷 你看一直流血 然後烏克蘭是上最大 人民還有建設 基礎建設 經濟這個停滯 最少十年起跳了 所以大家承受不起的時候 就會走向一個 有機會可以談判 拜登怎麼批評普丁 我們聽聽看 拜登在波蘭首度華沙 首度演說直指普清 入侵烏克蘭已經失敗 他還稱普清發動戰爭 把北約當藉口 接著語出驚人 拜登講明要普及下台 代表美國和烏克蘭站一起 拜登親訪波蘭 通批普清是殺人犯 又哄普清下台 克里姆林公對此強勢表態 俄羅斯政權並非拜登決定 美國總統拜登才在波蘭說要俄羅斯總統普清不能繼續掌權 時隔一天態度發假彎 志偉 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相信大家台灣人為什麼捐款會這麼熱烈 其實某一種程度上面會有感情上面的投射 所以拜登可能急了 他也覺得說這場戰爭這樣一直打下去 看到這麼多人無辜的孩子 無辜的婦女 一直被殺 甚至被虐待等等 這狀況中太多了 但這場戰爭 我們剛剛一直在討論說 是否已經在談判過程當中 有找到一些中間點嗎 其實邊打邊談有了 因為烏克蘭說 好 他已經不要加入北約 但是中間最大的一個部分 雙方都有說 是否可以像是奧地利 或者是瑞典一樣成為中立國 我覺得吵最兇的可能就是 針對中立國中間的內涵 因為過去烏克蘭的確是擁有核武的 因為切了一些協定之後 他放棄了 所以他包含像軍事的一些工業 也放棄了 所以在準備上面這一次 俄羅斯才會這麼快速的進去 但是這個內涵 俄羅斯一直要烏克蘭就是說 在未來是否可以 把這個軍事設備全面降低 所以看到他一直在打 把他軍事設備全部打完之後 還有一些重要的城鎮 全部把它剝離開來之後 會發現烏克蘭在軍事設備 在軍事上面其實會發現說 好像感覺很脆弱 但是西方源源不絕的這些武器 輕的東西全部進去了 我們現在結論現在看到的是說 在未來會有剛剛大家討論到的 能源上面造成歐洲 還有美國上面的確會產生問題 現在俄羅斯的經濟 400家的國際企業撤出了 俄羅斯它的經濟幾乎削弱一半以上了 俄羅斯的蘆布 200蘆布只能換到一塊錢的美元 所以現在很淒慘 還是狀況很不好 現在是95對1美元 對 之前的狀況 就是它那個 fluctuation這麼大 所以俄羅斯現在人民 也是大幅度受股 所以我想美國站在他的立場 才會這麼急講出這個話 我現在倒是有一件事情 我值得大家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澤倫斯基現在把所有的歐洲 有幫過他的人 全部都點名了一下 除了匈牙利跟德國 這兩個國家會不會不開心 會不會有點不爽 絕對會 剛剛有討論到 還有中國的角色 因為他們自己的葉爾馬克 就是他的幕僚站有出來說 希望中國要一個角色出來 現在中國的角色我覺得 另外一個角度切一下下 其實中國在心裡面 我覺得他似乎有一點 竊喜的味道 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現在 對大幅度的國際制裁 包含像未來 在國際的這些角色的扮演上面 可能會大幅度缺席 所以我認為 未來俄羅斯對中國的依賴 會大幅度的提高 中國現在也有一點擔心 到底要擁抱他 還是跟他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 這個有待大家 後續再持續觀察 繼續再回來